Hello 各位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麽呢? 就是想和大家討論一下收拾相 其實拍完一張相片 就一定會做後期處理的 我就不會JPEG直出 就會展示一張相片給大家看 尤其是去拍人像的時候 一定會做一個後期的photo editing 即是收拾相 先交給客人 又或者出Facebook 出到Social Media 就一定要做這個處理的了 為什麽我們要去收拾相呢? 就是將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盡量刪除 一些好的東西就盡量放大 令到一張相片成為一個作品 不是說拍完一張相片就可以出到來 收拾相裏面 就會包含著你喜歡的顏色 喜歡的Style 本來張相片是很好的 有些東西可能阻礙了你 你要將它移走 有些人就說 我不會收拾相的 我就是直出的 這樣才原汁原味 真的得罪說一句 不收拾相和不會收拾相是兩回事 因為很多時候你不去收拾相 其實很難會有自己的顏色 很難自己的顏色情感的表現 放在這張相片上 好了 今天找兩張相片 就去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我通常都是跟身邊的人去拍照 以及為何我找身邊的人那張相片 去示範給大家看呢? 我都很相信 不是每個都每次拍照都請模特兒出去拍 對不對? 而且模特兒的收拾相範圍 就真的低一點的 因為始終是模特兒先走 那麼美女 如果你說跟身邊的人出去拍照 其實收拾的東西真的要多些 除非你女朋友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模特兒 其實跟身邊的人去拍照 為什麼我聽到很多時候都說 不要啊,他不肯讓我拍 你都不收拾的就這樣扔上去 社交媒體給他看 我也不會讓你拍 對不對? 好了,開始我們今天去收拾相了 那就看回螢幕先 OK,有兩張相片 我會去做示範的 都是拍回老婆仔 老婆仔的樣子又真是普普通通 拿回它來做一個示範 OK? 開回Photoshop先 對了 好,收拾相有很多軟件 通常我都是用Lightroom和Photoshop 即是Adobe旗下的軟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我的攝影課程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是WhatsApp我們 我們有一個WhatsApp電話 就是6688-8290 可以告訴我 你有興趣的時候 我就傳回資料給你 OK 好,開回Photoshop 收拾相之前就是拍照 拍照就一定拍RAW的了 因為RAW的訊息量 真的大很多 給你收拾相的空間 亦都是多很多的 如果你拍JPG的話 顏色收拾出來 會有不夠訊息量 很多時候都會不準 第一件事在CAMBER RAW 做些甚麼呢 在CAMBER RAW 即是跟Lightroom的功能一樣 我會先做一些光暗調整 OK 好 好 解釋一下照片 對 其實Original是這樣的 照片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了 拍攝當時的色溫 那樣東西 我都不是太在意的 因為我都是拍RAW的 對 所以我都沒甚麼所謂的 這部是一部NICON來的 OK 其實用甚麼機器和收拾相 真的沒甚麼關係 如果拍RAW的時候 好,看看照片 我一做就做一個光線 那我通常的習慣就是 Highlight 我不會要那麼多 Exposure 會多些 對 然後做Color 那Color整張照片 我覺得色調都是藍了些 那我就會比較喜歡一些 黃色調的照片 對 那我推翻那個Temperature 去黃一點 但是我亦都會見到 感覺就是會偏綠了 所以在那個粉紅 那個紅色那裏 我再推翻多些出來 對 然後慢慢去調回 顏色是你喜歡的顏色 顏色的東西就真的沒有標準 就是我喜歡這件事 以及別人喜歡的那件事 是兩回事來的 只不過是用我自己的標準 去跟大家去分享 或者你都可以留言 我都不喜歡這顏色的 這樣 這件事是正常的 好 那就 好了 剃到皮膚的顏色 我都會覺得 因為老婆那天的妝 會不會是 不是那麼有心機化呢 好像都有點偏黃 那我就會選擇 那個人像 現在用AI去做選擇 真的非常之快 好了 看到了 OK 好 AI Facial Skin Body Skin 我只做這兩樣東西 它自動都會選出來的 在這裏 我的Exposure那裏 較光少少 還有那個 白女透紅那種感覺 我會做多少少 OK 對了 會出一點 因為這樣會看得舒服一點 可能那個老婆那天的粉底 非常之厚 不知道是不是 叫她出來拍照的時候 敲黑麵 塗多些粉 OK 好了 顏色的感覺就會好一點 OK 好 正在皮膚的感覺 就看到的 現在只用AI選擇這些功能 都非常之厲害 就不用以前這樣 又要補充她 又要性 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就開 又在Photoshop那裏 開一張照片出來 其實我用Photoshop 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沒有其他大師說 開幾十個Layer 去做一張照片 層層疊 跟著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 去提供到一張照片那裏 其實很簡單的 做來做去都是那幾招 沒有什麼技術可言 但是我覺得 越簡單的東西 大家容易學些 對於那個照片 門檻就容易進入一點 大家都會有興趣 你說開這麼多個Layer 去到中間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阿Sir說什麼 跟著 又不懂了 OK 好 繼續了 開多 每逢照片都開多一個Layer 去做 那 那個底那個Layer 就是Original那張 就不用管它 好 就不要動它了 第一樣東西 就是撿垃圾了 那有什麼要去做撿的呢 例如頭髮絲 頭髮絲 我就會去撿回它 不要妨礙面先 OK 好 逐樣 逐小逐小去撿 頭髮絲這些 很多時候都會是這樣的 頭髮絲 皺了出來 這樣 還有臉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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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 有些 粒痕 那些 那個不是小朋友 寶寶仔的皮膚的嘛 那你就要撿一撿它 這些就 那又用回這個 用回這個 用回這個 啊 remove tool 是啊 remove tool都ok 我都喜歡用這個 是 ok 好 remove了些 你不想要的東西 凸出來這些粉刺 那些一定要 老婆其實都是有些雀斑的 雀斑我會留在她的 因為有雀斑的女生 拍照才漂亮的 是啦 ok 那些頭髮絲 我就會盡量去撿走它了 好 眼袋那些 就 不是那麼明顯 我就不會去撿的了 因為每個人都有眼袋的 沒理由撿走眼袋 平了 那就沒有什麼立體感的 這些位置就是撿一撿 對 好 行了 好 暫時就是這樣了 好 那這些就不撿了 ok 一會兒再說了 那跟著我就見到 這個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個 零射不同顏色 就跑了出來 零射白了 老婆應該 給她多一點錢去學化妝 ok 好 那用什麼功能呢 哇 當然是現在最厲害的AI 括著它 然後 再感覺它就行了 自自動動 好 等一會兒 搞定了 嘩 真的搞定了 立即沒有了 三個不同 好 第一個 對 立即會沒有了 比較一下 ok 搞定 哇 真的跟以前 快很多 好 然後做完這件事 就開回 在這邊 又開回 組織 對 組織 組織 對 組織 組織 對 組織 組織 是要撿走的 例如這條黃色的 都很外眼 這條也是 那我就把它去撿走它 remove tool 對 固定它 好 好 撿走了 然後這個這麼大的 當然是用AI 對 固定它 好 好 等一會 那 現在它AI計算都很厲害 你把它不要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做到 和你附近背景的一樣 和它自己懂得想 是怎樣的散景都會和你想起來 ok 好 讓我戴誰會自然一點 先戴 這個 這個不錯 ok 好 好 這樣就撿走了 剛才黃色的樹葉 那整張照片 就好看很多 對 對 之前做的事情 對 好 開到尼亞了 哎呀 好 開到尼亞了 可以 好 還有什麼要做呢 那我 其實 老婆的樣子 都 有些肉 就倒了下來 都肥 個個都是 另外手臂那裏 都覺得有點粗 那怎樣去撿呢 就是 乳化它 對 liquid lice liquid lice 乳化它 那 真的 千萬不要乳化得很厲害 少少就可以了 對 這些撿的位置 撿少少就可以了 那 就 手臂的位置 也是 好 那撿得多 其實是怪怪的 那 撿上呢 撿了好像沒有撿 那樣 就是最厲害的了 那 手臂那裏 撿多少少 對 ok 好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那 下巴的位置 撿進去多些 那 那 就會漂亮一點的 這些都要適體 大家都要 對 將一些不好的缺點 就收起來 將一些好的東西 就放大 那 手臂也是 那就沒有那麼粗 差少少 已經差很遠 ok 好 那跟著呢 就撿什麼呢 好了 臉又怎樣撿呢 以前呢 就要去做一些 叫做 High 是不是 叫做 High Frequency 還是什麼 什麼 我都忘記了 那些 那 就做臉 又要開一些 layer 又要 又要怎樣去蓋住它 然後又要掃它出來 其實呢 以前呢 我都會這樣做的 做得快的時候 都ok的 不過 現在呢 我發現了呢 Photoshop 這些 AI 功能 都很厲害 Lateral Filters 先開出來 有個叫做 Skin Smoothing 對 夠用的了 這些 ok 好 一做了之後呢 那個 皮膚呢 就馬上 那些細節 就 那些缺點 那些東西 就Smooth了 那在這裡呢 就選擇 Burl 那些 那個 油滑順度 那你都可以照選擇的 那你就照選擇 你自己喜歡的 對不對 那 選擇完之後呢 ok 我看一下效果 效果都非常之好 看到了 皮膚呢 放大一點點 對 嘩 都看到那個分別都很大 對不對 那我呢 就通常呢 會用這個功能的 那其實呢 那個 撿皮膚呢 都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就真的撿到塑膠人 那樣 那有些就真的 好像現在坊間看很多 就是 都有皮膚的質感 那就是 但是呢 塑膠程度呢 都很高的 那些就真的 留給那些 做廣告那些去做 那些去做 就是留給那些高手去做 那些呢 我這些呢 就這個 用這個 Filter 去做出來 我已經覺得很滿意的 那一張照片就真的 好了 那做完之後呢 皮膚的質感呢 就非常之好 我又覺得 不錯哦 留了一些細緻 在這裡 我就覺得 大致上呢 就可以撿到臉皮膚出來 這樣 好 那跟著呢 我們又做些什麼呢 我覺得呢 光線呢 還有那個 整體上呢 好像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好 那張照片 那我做些什麼呢 那就去 製作一個 CAMBERLA RAW file 加些光線下去 對啦 加些減些下去 那我呢 就想著呢 如果後面 有個 黑光線的光線呢 在頭殼頂那裏呢 照下來的頭髮呢 是可能會好些哦 這樣 那我們呢 就去CREATE CREATE一個 對啦 做一座 那就是這個了 CREATE NEW MASK 對啦 那就有一個 弦圈 你可以選擇的了 好 那我先選擇它的弦圈出來 對啦 好 拉長一點點 那怎麼做呢 就是去Exposure那裏 咦 好像有個光線走出來 對啦 開始有光線走出來 在後面那裏 你說自然不自然呢 就試試看啦 OK 那光線呢 我就想在 對啦 有些顏色 落在頭髮的位置 OK 對啦 那類似呢 有個頂光 落下來了 好 那就好像豐富了一點 對了 豐富了一點 感覺就是 OK 好 那有個黃色 不要太多 那顏色就 對了 對了 好 OK 好 那這裏有個頂光 落下來了 好 那有個頂光的時候 那這個 左手邊的white balance 和右手邊的white balance 又好像有點不太合 那我們又怎樣做呢 那我呢 再開多一次 這個呢 就 再開多一個layer先 OK 那我就再開多一次 這個camber wall 好 那這次呢 都是做回Rio Mask 對了 CreateRio Mask linear 用那個 這個 Linear 這個好用 這個經常都會用 對了 Exposure 就調較多一點 然後呢 就會調較少少的照片 對了 這樣 這樣 這些工具呢 隨便 隨便自己去 多一點去運用一下 對 不怕的 做完之後 那就還原回它 沒所謂 好 這樣我看一張照片 咦 整個white balance 好像比較好 但是呢 我又覺得 老婆的臉 為何這麼白呢 好 好 那我們就選多一個 嗯 slap people 對了 沒錯 facial skin 好 Create 然後呢 我看看 怎樣 先 好 如果太白呢 我就 加回少少粉紅 對了 還有少少黃 OK 好 今年呢 這個大 大紅大紙的顏色呢 就是油和肚 有少少油和肚的顏色在這裡 好 這樣 這樣 這樣又好一點 對了 整體上呢 又好很多了 OK 大致上呢 我都會覺得 都差不多啦 這樣 比之前會好很多的了 那麼 跟著呢 我會做回什麼呢 最後呢 我會做回 其實呢 這支鏡子真的很soft 但是呢 我們出相的時候 有時候呢 我會把那個Shopless 會提高的 好 那我就 去回一個 Smart Sharpen 對了 這樣呢 就去提高回少少少的Shopless 我先看一看 對了 剛剛那邊提回少少少的 真的不是很多 提回少少的Shopless 好 那張相片呢 那個Shopless 就會高很多了 那張相片呢 用來做回Wallpaper 就會漂亮很多的 我覺得 好 大致上呢 那就OK的了 但是呢 我都覺得呢 那個 那個 面呢 曝光呢 好像 厲害了些 那便掃回低少少 對了 這樣就會平衡一些 那隻手這裡就暗了 那在這裡呢 有一個掃光點和掃暗點的功能 對了 好 那便用回這個 這個什麼 Doggy 2 對了 Burn 2 這兩個 自己可以 局部掃回一些位置 這樣就 有光點和暗點 都可以做到的了 那件衣服 我想掃回光少少的 對了 對了 OK 好 好 做後期呢 就不用說 做得很複雜的 亦都不會去花一個小時 花一個多兩個小時 去做一張相片的 如果你花一個多兩個小時 做一張相片 正如大師說 你又不是撿相片 你是夠緊張相片 那 你前期拍的時候 都要想起 後期你要做些什麼 那撿相片 後期撿的時候 就會撿得快很多了 好 那這張相片呢 我便撿回它 對了 好 撿回去這個 撿回去做JPEG先 好 那便做了這張相片 那 可以呢 我們不如 change wall paper 用這張相片 去看看 那個wall paper是怎樣 OK 咦 叫喔 對了 好 好 嘩 那便轉回那個wall paper 的確不錯 對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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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一張相片就是這樣 第二張呢 我便跟著會跟大家說 第二張相片 都是用回老婆的相片 平時都是這樣出去 拍照 吃點東西 那樣樣 那樣 那樣 看到 即是逛逛街 看到一些公園 有些花 那樣就拍一下咯 其實都是一些生活照來的 但是生活照也要撿的 那這一張呢 就比較極端些 有over exposure 那些顏色又淡 那究竟是怎樣撿呢 好 第一樣東西呢 先開一張相片出來 那我覺得 那張相片好像歪歪的 那樣就撿回正宗一點點 對了 OK 好 那第二樣東西 就剛才也說了 好像就是 曝光更強了 對了 按下Exposure 那裡按下它 那上面的Highlight 就會低一點 對了 那之後Color 會按回Warm一點 那 即是Temmeture 按回Warm一點 那就會 會有個明顯的不同 對了 那你會見到明顯的不同 OK 對了 那其實張相片 你見到老婆的皮膚 其實都不是說 真的非常之滑亂 那其實每個女生 都是這樣的 那但是 基本一點點的化妝 都一定會有的 對了 出來就一定會做這件事的 就不會甚麼都沒有的 大致上是做了這件事先 好了 那跟著就去 開回Photoshop了 那開回Photoshop之後 那Original這張 那我們在這裏 加回一個 背景的Copy 對 就在這張相片 就開始做了 好 那看照片的一件事 做甚麼 剛才都有說了 撿垃圾了 好 那藍色這個呢 看見到都很暢眼 所以把它撿走它先吧 好 用回那個 remove tool 好 remove tool 讓我試一下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 然後remove了它 對了 那藍色不見了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去做回 甚麼東西呢 然後 撿一下老婆 臉那些 不要的東西 對了 例如這些頭髮 這條頭髮 一直這麼長呢 對了 先撿走它 OK 那些 皮膚不好的東西 對了 先撿走它 這條頭髮 這樣去做 好 先撿走那些毛毛 那些細緻的 這條毛毛 其實都要撿走 對了 暗瘡 暗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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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這些都要撿走 如果不撿這些 其實真的 沒有可能會出到一張照 我覺得 好 接著這些 皮膚的凹凸位 年輕的時候 想定老婆 都會撿走 對了 那麼 撿一下這些位 其實每個人都有的 又不是寶寶仔 對不對 對了 OK 好 大致上都OK了 那麼 留些雀斑 雀斑我又不會撿的 那些麥克 我都不會撿的 對了 因為那些麥克 都是老婆的 有的東西來的 都不是差的東西來的 好 那撿走那些 無謂的東西就OK了 好 然後再開多一個層面 對了 然後撿什麼呢 我剛才都說了 撿一下這個下巴位 對了 下巴位 這個位 就會比較 這個位 我覺得它 肉多了 那就撿一下它 對了 去乳化了 OK 放大一張相片 對了 嘩 這麼大個乳化圈圈 不行 弄小個乳化圈圈 對了 對了 好 把它推進去 少少OK的了 對了 OK 推進去少少 咦 那麼這個梳位 怎麼推呢 我先試一下 這個梳位好像也能推到一點 對了 不要那麼誇張 對了 推一點 臉闊一點 也不要緊 對了 好 那麼 差一點 OK 好 不要搞了 就這麼多了 這樣就撿了下巴位 對了 下巴這裡 撿了進去 那就好一點了 非常之好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撿了這些位 OK 撿了這些位的時候 會否再多一個Layer 對 這樣呢 就看到那塊臉 對了 沒錯了 那就去用回 剛才我也有說了 就是那個 Lectro Filter 開回Lectro Filter 出來先 OK 好 好 你會看到 Skin Smooth 對 嘩 立即 都不同了 你看看 Smooth 很重要 對了 立即不同了 那個Skin Smooth 好 你會覺得 嘩 會不會沒有層次 在這個Campacity 那裡 其實 都有 例如你想 它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這樣 太厲害了 你就減回一點 對了 減回一點出來 有幾個%左右 我想會不會 60 對 60個% 我們 就是剛才那個Effect Apply 60% 的功能 落到皮膚那裡 我覺得OK的了 你會問 為什麼這些 這麼細節的位置 不整理它呢 其實皮膚 一向都有些這樣的東西的 只不過 我真的不想做到 好像那些塑膠人那樣 整理得很滑 這樣 其實真的不是很漂亮 而且有些假 對 那已經 適合而止就OK的了 我覺得 不用太多的 適合而止就OK的了 做回一個 lateral 一點的感覺 顏色那裡 我又覺得 嗯 可以再深一點的 對 那我看看那個 Camber Wall Filter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哎 不是喔 按錯 Camber Wall Filter 對 沒錯啦 好 那在顏色那裡 我會不會黃一點 和紅一點 會好一點呢 真的好一點喔 對了 整張相片就會溫暖一點了 那種感覺就會溫暖一點了 那這裡有個高光下來 我覺得高光那裡 可以再引一些光下來 背光那裡 就會好一點了 那所以呢 我就做回一個 即是圓形那個 對 對 那麼 就去回那個 Exposure那裡 加回光少少 扔回到頭髮那裡 對了 扔回到頭髮那裡 加回光少少 OK 那 Color 對 黃一點 哇 OK 對了 還可以 好 好 那這些就 神不知鬼不覺 做完之後 好 這樣呢 其實張相片 那個擺位 我始終都不太滿意 我想呢 再按一張相片 為什麼我說不太滿意呢 其實看回黃金點 我想呢 老婆的臉 放回黃金點裡 這樣呢 我就去 按一下照片 其實這些 一看就知道 不是那個黃金點 那個 那個位 來的了 那我就 按一下它 對了 好 按小一點 OK 好 下回來了 這樣呢 我就覺得張相片 就會好很多了 後面這裏呢 有個空間 都是 一會兒我都會和大家 看回 下回去做一張 Wall Paper 這個位置呢 我覺得好像暗了一點 那我就用回掃數 掃光一點點 這個位置 對了 OK 那就OK的了 大致上都是這樣 好 都非常之靚啊 看回兩張相片 前後去比較一下 究竟那個分別有多大呢 對了 剛才剛剛撿這張 還有呢 我原本拍的就是這一張 其實拍了出來 你就按給這張 給你身邊的人看 然後你叫它 傳出去給那些 親戚朋友 當然是罵你了 對不對 那 撿回一些顏色 撿回後面的人走 那樣 其實不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真的 還有我這些 做來做去都只有這幾個步驟 那已經可以做到一張 比較好一點的照片 可以傳出去的了 對了 分別都蠻大的 你說有時候拍照 一定是說 我拍得很準 或者我拍得很漂亮 那你其實那些皮膚細節啊 你所有的顏色啊 後面的人啊 會阻礙視線的東西啊 其實你都要撿走的嘛 對不對 好了 那我們又試一下 把這張照片 去做一個Wall Paper先 那我先看一下 Change Wall Paper 對 那便扔回去吧 OK 好 那些Icon是在這邊的 對了 那我 把一些Icon在另一邊先 OK 好 那樣就變成一張 平時我用的Wall Paper 那拍照呢 最好就是可以做一張Wall Paper 就是放回去電腦那裏 那這次就分享到這裏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些甚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問我吧 多謝大家 拜拜